这小孩天生智障,但人生就像开挂了,他叫阿甘是我们的男主角。 阿甘笑着想将手里的巧克力分享给旁边坐着的女人,女人拒绝后,阿甘自己吃着巧克力,说着妈妈曾经告诉她的话,和一个陌生的女人回忆自己曾经穿过的哪些鞋子。 阿甘从小有些驼背,为了脚伸驼背,阿甘的腿和脚伸带上了脚伸架,阿甘智商只有七十虎,所以正常学校拒绝阿甘的入学要求。 妈妈为了能让阿甘进入正常学校上学,不惜尾声和校场度过了一个晚上。 阿甘虽然是个低能儿,但是却是个开朗的人,和邻居在一起的时候,邻居弹着吉他,阿甘跳着奇怪的舞步。 后来有一天,阿甘和妈妈在电视上看见了那个邻居,他跳着阿甘以前奇怪的舞蹈,现在大家都管他叫猫王。 阿甘在校车上遇见了那个影响他一生的女人,珍妮,所有人都不想和阿甘坐在一起,只有珍妮,他主动邀请阿甘坐在自己的身边。 从那一天开始,他们经常在一起,甚至是形影不理,一起看书,一起数星星。 阿甘在学校被人欺负的时候,珍妮告诉阿甘,跑啊,快跑。 阿甘听了珍妮的话,跑了起来,越跑越快。 欺负他的孩子骑着自行车都追不上他。 珍妮的声音仿佛还在身后,阿甘越跑越快,甚至腿上的脚趁架都跑散了。 那一次,阿甘跑了起来,躲开了别人的欺负。 珍妮是个不幸的孩子,他长期受到欺负的威胁和骚扰,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变成一只会飞的小鸟。 长大后的阿甘依旧会被同学欺负,这次,他们的自行车缓乘了汽车。 阿甘在慌不择路中,跑进了橄榄球场,从此跑出了自己开挂一般的人生。 奔跑速度飞快的阿甘被橄榄球销链破格带进了大学校园,阿甘成了一个橄榄球运动员。 阿甘只要有时间,就会去看珍妮。 但是那时候的珍妮已经开始走向了堕落,阿甘跑进了全美明星队,而且被肯尼迪总统接见了。 大学毕业后的阿甘应征入伍,成了一名军人,并且在这里认识了自己的好朋友,不瞎达神,不巴和中尉泰勒。 阿甘始终忘不掉珍妮,但是此时的珍妮已经彻底堕落了。 她被学校开除,整日留连酒吧,珍妮想让阿甘忘记自己。 这次见面之后,阿甘就要被派去越南了。 珍妮告诉阿甘,遇到麻烦,你要跑。 阿甘的部队遇见了迪西,所有人都在喊,阿甘,跑。 阿甘就真的跑了进来。 想到珍妮的话,她跑得更快了。 可是她突然想起来,自己最好的朋友不巴还没有出来。 阿甘跑回去找不巴,却在途中不断遇见受伤的人。 阿甘将他们一个一个地背到了安全的地方。 阿甘最后终于找到了不巴,抱着她从飞机的空袭中跑了出来。 但是她受伤太重了,不巴死了。 不巴死之前对阿甘说,我想回家。 中尉因为战争失去了两条小腿,阿甘也中了蛋。 在医院养伤期间,阿甘开始打乒乓球,并且越打越好。 阿甘因为在战场上救人的事,被总统接见,还颁发了奖章。 全美只有四个的奖章。 阿甘再次遇见了珍妮,在水中二人紧紧地相拥在一起。 短暂地相见,两个人又再次分开了。 阿甘因为乒乓球打得好,开始全国巡演慰问伤兵,又加入了乒乓球队,并且代表美国来话交流,为中美建交立下了功劳。 阿甘开挂的人生并没有到这里就结束。 一个电话,引发了著名的水门事件。 尼克松总统辞职,阿甘也迎来了自己的退役。 退役后的阿甘想到自己死在越南的好朋友布巴,他最大的梦想就是买一艘船,过着补虾的生活。 阿甘将所有的钱买了一艘渔船,中卫也来了。 但是二人显然没有什么补虾的技巧和好运,收获最多的就是移拉罐、马桶圈和各种垃圾。 但是开挂的人生不需要担心,一场特大的风暴将港口的渔船都摧毁了。 只有之前在海上的阿甘,他的船成了唯一一艘幸免于难的船。 为了竞争对手,阿甘补虾的人生顺利了很多。 靠着补虾,阿甘成立了公司,并且为了纪念自己的好朋友,公司命名为布巴甘。 阿甘的妈妈拼固了,阿甘回到了家乡,将公司交给了中卫打理。 中卫给阿甘投资了一家举世文明水果公司。 珍妮找到了阿甘,两个人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后,珍妮在一个清晨里再次地离开了阿甘。 陷入迷茫的阿甘,开始了自己的库跑人生。 一直跑,一直跑,从一个精神小伙,跑成了一个邋遢大叔,跑了三年。 他的身后开始出现追随者,从一个人到一群人。 后来阿甘跑累了,想要回家了。 回到家后,阿甘收到了珍妮的邮件。 阿甘顺着邮件的地址找到了珍妮,也见到了自己的儿子,一个聪明可爱的小男孩。 阿甘和珍妮在草坪上,在几个好友和家人的见证下结婚了。 但是珍妮却在不久之后病逝了。 阿甘将珍妮葬在了他们小时候,经常看星星的那棵树下。 阿甘将儿子送上小车,一片羽毛从阿甘的脚边慢慢地飞起来。 也许人们常说,要面对现实面对困难,其实不然,有时候也许跑起来,将那些不想面对的甩在身后,你会迎来一个不一样的人生。 就像阿甘妈妈说的那句话,你得丢开往事,才能继续不断前进。 好了,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,感谢你的观看。 关注我,每听一部好电影。 感谢观看